台湾灯会无人机展演 再加上烟火成功吸引游客到高雄一游 满满游客几乎挤爆高雄爱荷湾 会场周边挤了满满游客从高空往下看 游客密密麻麻的就像蚂蚁大军一般 今年台湾灯会在高雄 爱荷湾魏武营双主场 人潮累计突破了一千万人次 从散场的人流就能感受出热度 轻轨周边都是赏灯的民众 在捷运站里也排了满满的人 高杰表示这次台湾灯会 单日的运量冲破了28万 来到今年新高 那在27号也就是这一次灯会的高峰 我们捷运的运量达到今年最高点 是28万多人次 我们平日的运量因为疫情的关系 捷运的部分呢大约都是十多万人次 高杰表示这一次的灯会与无人机展演 再加上双主场人流移动 让捷运轻轨都冲出了今年的新运量 充分地感受到疫情后 大家出游的热情 华视新闻宋慧均许大人 谢玉昕高雄报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品轩 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 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YouTube频道 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订阅